男子橫跨雙黃線過馬路 不斷低頭滑手機 騎士經過還要特別繞過去 後方騎士看不過直接出聲提醒 安全第一啊 還有卡手機 男子無視往來車輛 依次站著交通心智 任性過馬路 影片破網 騎士感看萬一出事怎麼辦 雙黃線然後 大家要停車體行啊 然後大家要低頭滑手機 然後一起放到手機 事發就在台中西屯路上 立刻引起熱議 有人說無敵啊 想過就過好悲哀 真的很危險 而在國一南下 台中後裏路段 也差點發生車禍事故 我就快說危險 白車疑似不想塞在車陣中 竟然被打方向燈 直接切車道 嚇得駕駛機下 差點追撞 白車意識強快 危險違規 直接被罰最高6000罰環 而在彰化金馬路二段 前方車輛不按標線規定 不打方向燈 且到行駛 幸好後方駕駛 翻音快立刻下停 但過完路口 又有一輛音車 從左轉到直衝超車 氣得駕駛大罵 路口表現亂標不整齊 速度先撞 萬一出事 直能自認倒霉 記者連緣邊彭月菲 台中彰化參訪到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